大地面站 现在传出一个消息 说是要准备秘密武器 瞄准加萨的地道 要来彻底消灭哈马斯 时间交给记者陈宇文 好 确实难看到是这次 尾巴冲突目前的最新进展 就是以色列国防军 目前是围困加萨之外 也对加萨这个地方 展开了是陆海空的攻击 只不过加萨这个地方 是哈马斯他们的所在地 也打造了很多的地下隧道 这个长度是超过了500公里的 地下隧道 所以对以军在进攻时 会有一定程度的挑战跟阻碍 这里看到是现在以色列 要派出是一项新的武器 就叫做是海绵炸弹 以此来封锁住哈马斯 武装分子他们的可能的出口 这一项武器并不是要炸掉地道 而是进行阻断跟封锁 它长得像是一个大的袋子 那种是两种的挥发性的液体 同时透过是金属隔板 把它们隔开 所以当隔板抽开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泡沫来释出 并且很快的就迅速的硬化之后 可以来堵住这个地道的入口 并且是确保是营救 人质时候的安全性 那这一项武器 以军在前年就已经曾经 演练过了是很熟悉的 我们刚刚了解到的是发生在 加萨走廊的尾巴冲突 那么其实以色列与北方的 黎巴嫩真主党也持续的交货 所以导致当地的灾民 超过了2万9千人 再加个运文 好 再看到是现在 在以色列战火 不只是出现在加萨走廊这一块 我们来看到整个地图 就是加萨是位在 以色列的中南部这一块地方 目前跟哈马斯正在交货 除此之外 在北部跟黎巴接壤的 以色列的北部边境 也是烽火连天的情形 因为这地方有着伊朗 所支持的真主党 是趁机趁乱对以色列来开火 我们这里看到是他们双方 交货以来的联合国统计说 已经有2.9万名的黎巴嫩人 必须逃离家园 流离失所 尤其在过去这一周 这人数是暴增了将近四成之多 这些人跑去哪是往北部逃离之外 就是跑去朋友家 亲戚朋友家来借住 或是花钱住短租的公寓 来暂时避开这样烽火的袭击 不过来看到是因为 以色列跟真主党交火之下 其实也造成是当地有58人死亡 不过多数都是真主党的战士 只有四位平民跟一名记者 这样的丧生的情形 再看到是在加萨这个地方 以哈的冲突 以色列控诉哈马斯杀死了是1400人 以及绑架了将近是230人这样的人质 不过来看到是哈马斯反控以色列 透过空袭之下导致是加萨当地 有超过7300人因为空袭而丧生的情形 在国际间有些地方动荡不安 到底谁敢攻击美军驻扎的基地呢 现在美国政府点名就是伊朗在幕后作乱 时间再交给英文说明 好 人看到是现在中东局势患之下导致是美国在中东的基地 也连带了遭殃了 因为打从10月17号开始到现在到10月27号 短短的10天之内 美军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基地 还有人员就遭受到了超过20次的攻击 有超过20名美军的人员因此而受伤 美军认为这个攻击者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 伊斯兰革命军这个东西这个部队 他们的幕后的力挺者就是伊朗政府 所以现在美军当然要怀疑颜色了 他们在这个叙利亚的东部 来发动了空袭的这样的攻击 那居然看到是拜登就致信给美国 中央议长Johnson说 美国是准备好采取进一步行动 而且这样的攻击是要确保战士不会身为 是要保障平民的安全 好 再看到是美国的防长奥斯林就说 这些精准的自卫攻击是来回应伊朗所支持的民兵 对美国所发动的连续攻击 也确实美国不断警告伊朗不要趁机的火上浇油 以此来扩大战事造型世界的威胁 好 那除这些尾巴冲头之外 前什么这个QR Code 有更多的新闻资讯也可以一手掌握 2023时尚玩家铝树大赏 百万乡千票选度咯 大家期不期待 台湾旅店100强名单 选择铝树的最佳指南 选择性很多 美食旅游大小事就找时尚玩家 选铝树还能抢好汤 当你在 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我在 继续